一 二 三 八 預防再發聲 追究責任掰最後 依據運作好好的 管他過去 在幹嘛向藍軍喊話 被認為搶攻選票 不顧守綠營意識形態 讓昔日戰友很不適滋味 但是綠營從上到下 搭著轉型正義口號 整肅異己 選前承諾讓人民過更好生活 全拋腦後 我個人的看法 他是沒有嫌疾考量 拿了轉型正義的牌子 去做整頓的這些工作 我認為大可不必要 就是經濟把它搞好 現在哀鴻遍野 經濟非常慘 面對正義 柯文哲照樣有話直說 堅持照自己宣戰節奏 力拼連任 接著我黃明君 我本身SNG小組 台北報導 我們不信任 爭拚